歡迎收看對外宅蘇佩 我是主持人嘟嘟 上個月我們報導了知名漫畫家 傅堅一博在推特偷偷開了帳號 同時也曝光了獵人的最新進度 讓不少的粉絲們都非常的期待 不過最近老師的身體狀況似乎出現了一點點問題 身為漫畫迷的我們除了要關心酷拉皮卡何時能夠下船之外呢 當然也希望老師能夠保重身體 持續帶給我們更好的作品喔 上個月底推特突然出現一個名為傅堅一博的帳號 同時發表了一張漫畫草稿照片 並附上總之還有四畫的神秘文字 事後證明這是傅堅老師本人所創的帳號 也讓漫畫粉絲們高聲歡呼 獵人終於有新進度 酷拉皮卡有機會下船啦 不過最近傅堅老師又在推特發文 提到自己腰傷問題嚴重 這兩年一直無法坐在椅子上作畫 只好換掉過去的作畫方法 堅持在開草稿中 更說到最近兩周如此後 都無法自己擦屁股 只能用沖澡的方式處理 而且所有日常動作都要花 比強人多三到五倍的時間 更不忘提醒大家護腰真的很重要 看到這裡大家是不是覺得 酷拉皮卡能不能夠下船 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 只希望老師能夠保重身體 帶給大家更多好作品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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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